Hello,大家好,这里是涛涛,欢迎回到我们的涛涛播客 今天是2023年7月29号,星期六 时间大概是上午10点40左右的样子 户外温度是16摄氏度 阳光明媚,水波涟漪,非常的温和,非常的舒服 聊一个话题 今天是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的盛大婚礼的结婚纪念日 在1981年的7月29号 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在伦敦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那个时候的查尔斯王子还是叫做威尔士亲王 从此英国王室就放开了新的一夜 那么有一位平民女孩 我们可能叫做灰姑娘 戴安娜进入到了曾经威名几百年的英国王室 成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王妃 而实际上在历史上的这一天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也跟英国有关是在1588年的7月29日 当时的英国舰队在海上击败了号称在当时世界第一的西班牙武敌舰队 结束了西班牙在海上称霸的历史 翻开了英国人的新篇章 也就是说从1588年的7月29号开始 从此英国人就登上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一直到后来被美国赶超 在这个数百年的时间里边 英国作为一个日不落王国 一直独占着 独享着 独霸着 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的最好的资源 也由此 英国人把他们的治国理念 组织理念 经商理念 传遍了全世界 而加拿大之所以成为加拿大 也是因为他们一直要希望能够效忠英国皇室 那么在有那么一批人就从如今的美国一直向北移居到了加拿大 如今的这片领土上 实际上在历史上的这一天里面还发生了另外一个小差距 也就是在1848年的7月29号这一天 在现在的美国的加州发现了金矿 由此引发了一轮淘金热 那么美国的西部 包括加拿大的西部 就这一片土地上 那些冒险者们的乐园 许多人在这里发财支付 许多人在这里命葬黄泉 因此成就了今天的美美西部的 说了以上这些日子并非是想缅怀什么 而只是说 在历史上许多曾经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情 或者说是冒险是很重要的事情 有一点辐射到一条线 有一条线辐射到整个面 从那一天辐射到了后来 从那一时刻辐射到了未来 那么历史上所有发生的事情的这些点点 一定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 形成了今天的西班牙 今天的英国 今天的美国 今天的加拿大 加拿大西部 西班牙从1588年的海战 他们当时的五敌舰队被英国击败之后 从此开始墨落下去 一直到今天 他们的元气也没有恢复过来 现在只能算是世界第二流的 在八大国家里面 他只能算是第二流吧 他给世界留下了许多在那个时期 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的一些建筑 像我们有一次去到三幻去看他的这个加拿比海的这种大型的这种海上碉堡建筑 在那个时代真的是很震恨人心 西班牙在那个时候也留下了很多殖民地 像如今的墨西哥依然在讲西班牙语 许多北美的孩子他们的第二语 就是西班牙语 在美国主要是学英语 然后就是西班牙语 在加拿大东部主要是英语跟法语 西部主要是英语跟西班牙语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许多中型国家或者小型国家 尤其是在中美洲 他们现在依然还是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一语 其次才是英语 因此为了以后能够去中美洲旅行 我们也在时刻时序的来学一些西班牙语 说起北美的语言 当然英语是最重要的 因为英语是他们的母语 如果你想修一门外语的话 实际上西班牙语要比法语有用的多 因为无论以后你是去Mexico还是到中美洲 几乎西班牙语是通用的语言 如果想有去欧洲旅行的话 实际上西班牙语也是一个比较好用的语言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许多人都想到西班牙去了解一下看看玩玩 而且我听说有很多中国人现在想往西班牙移民 因此西班牙语应该是会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会越来越有用 而法语呢 其实如果你生活在北美的话 只在加拿大 魁北克省才有用 除非你是想进这个政府部门 那么他们要求这种英法双语 百灵狗 或者是以后去旅行的时候 去法国 但是法国的殖民地主要是在非洲 我认识很多从非洲来的移民 他们都会说法语和英语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以后会到非洲去做长时间的旅行 所以法语从实用角度来讲 应该比西班牙语要差得很远 当然了法语是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之一 的确有的时候看一些这种法语的这种片子 他们里面这个对白虽然听不懂 但是你能够听得出来语言后边的那种韵律感 即使是听不懂也是很美的语言 像在中国的方言里面实际上苏州话 也就是无浓软语听得就舒服 因为它很软很柔 比一些这种北方的语言那种生硬硬的 要至少在感官上就给人一种愉悦的感觉 因此在一个和平的年代 我们宁肯去听一些无浓软语 去听一些苏州话 当然如果要是换了一种场景 战争年代 金戈天马 那么无浓软语似乎就太软了 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习惯那些北方汉子们那些粗糙粗粒的语言 希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不再有战争 也希望在这个星球上不再有战争 已有的赶快结束吧 都是土太生灵的事情 好 今天的播出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